來到瑞士馬特洪峰山腳的小鎮 赤瑪特 遠處就可以看見瑪特洪峰 那瑞士山腳巧克力Tobron的圓形 海拔4478 它不是瑞士最高的山 但卻是最有名氣的山 搭上前往高拉格拉特的池軌火車 準備要更近距離看這座山 眼前木屋景觀位於海拔1620公尺的車馬特 是旅人們必來的山城小鎮 終點站在高納格拉特 全年無休,車程約40分上下 旋車無對號座,上車隨意坐 上山人潮整年都絡意不絕 夏天有遊客,冬天都是滑雪客 沿途會停輸個站 冬天降雪時,有些站也會不停 一路盯著馬特洪峰上山囉 這列池軌列車全年無休 在冬天雪多的季節 避免在山市陡峭的地方發生山崩 造成列車軌道阻礙或碰撞 所以搭建了避雪隧道 位於義大利跟瑞士的邊界 馬特洪峰卻是阿爾卑斯山山脈群裡 高度連100名都排不上 不過由於他獨特的外型辨識度 令他成為最有名的歐洲名山 甚至陡峭的試錐體外型 總令登山好手新生畏懼 一直到1962年才被完全判登 聽到這音樂式就是要靠站的提醒 再前往高拉格拉特山頂前一站 Rottenboden可以下車 每年約7到9月比較有開放停留這站 實際狀況都還是要看殘雪的多寡 這裡雪量多的話也不建議來遲 一下車的右前方有個瑞士國旗平台可以拍照 列車有停留 以及天氣好的話 旁邊也可以見到冰河 在Rottenboden這一站 重點在於下方的利菲爾湖 走到湖邊約需10到15分鐘 路面不是非常好走 雖有殘雪的話有危險會滑倒 就不建議下到湖邊 天氣好的話我們就走吧 沒什麼欄杆 有點海拔高度也容易喘 所以依照自己的步調小心走 天氣晴朗且無風的狀況 可以看見這美麗的倒影 不過就是可遇不可求 冬天時整個湖會被積雪蓋上 看不見湖 正前方這條下湖路徑是較短的 但也較陡且石頭起伏 左邊有較平坦好走的路稍微遠一點 越靠近湖區路更崎嶇不整 建議都走有明顯小徑的步道 看起來不適路的石頭區斜坡 盡量不要走 走到湖邊慢慢找到 可以看到倒影的角度 在無風的時候 趕快多拍幾張 因為氣候真的變化非常快 每個季節水量多或少都不一定 水量少時 有時水草也會些許影響畫面 在這塊大石頭上拍 或貼近湖面拍 都是不錯 一旁的告示牌介紹著周遭植物 在不同季節造訪時 會有不同的發現 拍得差不多後 也要留點時間再走回去 別忘了拍張全景 很美的利菲爾湖吧 大致上留個時間 搭乘完一小時左右的班次 票卡感應碰觸面板 綠燈閘口就會開啟了 等待的同時 這裡也是不錯的上下列車拍照點 Gauna Grat火車 1898年8月20日開始夏季營運 1929年開始全年營運 已行駛超過百年 鐵軌中間的池軌 也是讓它在雪地可以暢行的重點 一路從海拔1620公尺上升到海拔3089 上車後 下一站就抵達到終點站了 Gauna Grat 依偎在29座海拔超過4000公尺的雄偉山區 一旁的路段 冬天時是滑雪道 夏天則是漸行的下山路徑 有時候還可以看到越野腳踏車的蹤跡 不過山區氣候多變 參加活動都要多加準備 抵達到Gauna Grat三頂車站 海拔3089公尺 一出來的平台就是不錯的拍照點 旁邊的Room為4D飛行器模擬體驗 以及山區歷史展示館 頂樓有著兩個星空觀察球的建築就是主餐廳 在旁邊也有電梯可以搭乘到上層 路內搭乘就可以上到上方平面 紀念品、餐廳、洗手間裡面都有 甚至還有旅館可以預訂入住 在建築物的後方 還有個大平台可以拍到全景 不過冬天積雪多就會封閉 旁邊是瑞士最高峰Rosa山脈 以及高納冰河 不過還拍不到最高點 杜富爾峰 還是以三月之王馬特洪峰最亮眼 在3000公尺高欣賞著4478公尺的馬特洪峰 再沒有殘血的路面慢慢步行上來也很棒 主要建築物裡有著紀念品店 較為推薦的還是以三峰杯最為有紀念性 準備下山時如果要充電在列車窗邊 或是一座旁有銀色插座可以集用 下山回徹馬特了 早在1630年當地居民就投票決定 讓徹馬特永遠成為無車城市 承認徹馬特旅遊局長解釋 徹馬特忘記每一天湧進3萬名旅客 換算約續搭乘1萬輛車前來 但徹馬特會於深谷汽車廢棄污染排不出去 將蓄積在陣上造成溫室效應龍雪 所以瑞士為什麼很多地方也不用冷氣 你懂了嗎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唷